真不愧是郡主和大理寺清住的宅院呢 这气派没得说 下人先去通报 一会儿贵嬷嬷便热情地迎了出来 领着林小雨便去了会客厅 此时的林小雨感觉 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亭台楼阁花园水泄 哇 这就是古代的豪宅呀 小嫂子 到了 一个美貌妇人正坐在厅中 自作 小嫂子 这是我家夫人 也是当今朝廷的郡主 林小雨赶紧站起来行礼 却被郡主给拦下了 不用拒你礼数 咱们两家隔得如此之近 早几天我就想去拜访 赎金才算得空 就赶紧喊贵嬷嬷寻你过来 不讨扰吧 不讨扰不讨扰 准桥我这两天也不忙 其实应该早就过来拜访您的 林小雨回答得不卑不亢 可说得心中都别扭 这文周周的咬文嚼字真是费劲啊 嬷嬷 你一直不让我去见人家 现在总算是见到了 人家小嫂子 压根就不是那种胆小的人 夫人 是婆子我看错了 这几天云在没少去给你们添麻烦 我这个当娘的 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回头再让贵嬷嬷 添点东西给你 也算个补偿 郡主 不需要什么补偿的 您要这么说 我倒是不好意思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 不知你能不能同意 郡主 您但说无妨 也没什么大事 我瞧这月兰花坠子绣得不错 不知你有没有空再绣一个 价值几何 我吵架给你 原来是这个呀 亏得我刚才还担心半天 还是有什么棘手的事呢 这个没有问题 郡主 不知是要给谁佩戴呢 骏马 大理四亲 贺流照 名副做好之后 立即给郡主送来就是 我让贵嬷嬷娶娶娶 哪里还能劳烦你来送 对了 还有我拿不省心的儿子贺云在 下学之后日日沉迷玩乐 我瞧之左右她也不上进 不如下学后 送去小嫂子家和小李同堵 这 林小鱼迟疑了 且不说吃饭住宿的问题 平白无故三个孩子进来 怎么也不是个事啊 云在世日回家抱怨 说家中吃事甚为难吃 我想着下学之后 直接让她去小嫂子家用食 不过每个月 会给三十两银子作为补偿 小嫂子 你考虑考虑 三十两银子 这还真得考虑考虑 婶子 你就答应吧 我去你家吃饭 和小李一起学功课 我保证不调皮捣蛋的 好好学习 好好吃饭 我求求你了 婶子 在家里吃饭 我会饿瘦的 可以的 郡主 就是每日不要太晚 不然小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睡得太晚的话 对她身体不好呢 都没问题 贺云菜听到没 要想去就早点回来 别疯跑疯完 要听话 知道了 知道了 娘 婶子 婶子 我娘做的饭好难吃的 以后终于可以正大光明 去你家吃饭了 我以后 要和小李比谁认的自多 比谁会背的文多 林小雨有些尴尬 这还真是个小吃货呀 你确定你这么说 婶子走了 你娘不会请你吃顿猪孙炒肉吗 自求多福吧你 其实林小雨答应这个 也是有私心的 那里的教育算是顶尖的 小李现在还没有找好私塾呢 还不如就跟着赫云在一起补习 也不耽误功夫 三日后 小妹 我们这次去啊 一定能赚他个盆满钵满 三哥现在感觉 身上使不完的劲啊 好像年轻了起岁呢 小雨姐 我有些紧张 寸草廊里都是一些 大官家的少爷小姐 紧张什么呀 你三哥我都不紧张 咱们卖货 他们买货 钱货两斤 大官家的少爷小姐怎么了 你得给钱呢 到了到了 那里应该就是了 早就打听好了地方 三人一路往前 那里围了一堆的小摊范 卖面具的 唐人 唐画 热包子都有 但是无一例外 都乌洋洋地挤在外面 小妹 怎么都不进去啊 挤在这儿做什么呀 三哥 你和小李在这儿等着 我过去看看的 这位小哥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 没看见吗 前面那两个官兵 把着呢 咱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让进去 往年都让进去 卖东西 能挣不少钱呢 都别挤了 把我摊儿挤坏了 你赔啊 小姑娘 走吧走吧 谁知道今年是怎么了 都是些大官的少爷小姐 咱们老百姓 也不知道人家想什么 本来就这个挣钱多的 还让人给赌了 李小鱼往里看了看 里面果然是绿草阴阴 百花丛生 可最终计划不如变化快 小妹 这儿不让进去啊 算了算了 这不都有人把上了吗 咱走吧 上别墅嘛也行啊 来都来了 李小鱼实在不甘心 但是又不能硬闯 看来只能另寻地方了 三哥 咱们回去吧 走吧走吧 小妹 别伤心吧 三哥明天 再去码头那边搬货 也能挣不着呢 本来已经失去希望了 李小鱼一抬头 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桂嬷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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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巧啊 是巧 小嫂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别提了 桂嬷嬷 我不是想来这里卖双面绣坠子吗 现在进不去了 你能帮忙说句话 让我进去卖吗 行 我进去给夫人说说 小嫂子等着 嗯 真的是谢谢您了 李小鱼一行人在外面等啊等 没过多久 桂嬷嬷便出来了 朝着李小鱼他们招了招手 淳嬷嬷允许你们进入寸草廊 但不许携带兵器 威者当场斩杀 声音凛冽 似乎带着刻骨的杀意 桂嬷嬷 得亏今天遇到您了 不然啊 我们就真的进不去了 小嫂子 我家夫人才真是要谢谢你 小少爷昨天被佟先生夸奖了 回答就跟我家夫人炫耀来着 夫人心里也欢喜 还想着当面给您道谢呢 小少爷聪慧 一学就懂 被夸奖了也是应该的 而且之前小孩子玩闹是天性嘛 我家两个孩子也喜欢玩呢 疯闹的时候关都关不住 一堆彩虹屁吹下来 吹得桂嬷嬷老脸都乐开了滑 橘皮皱也撑开了 见过纯王妃 见过郡主 年纪看着要比郡主大 气质一派雍容华贵 纯王妃也仔细端详了李小鱼一番 冰糖葫芦 唐人唐话 甜草牙来 风筝 风筝 你说得对 有小商小贩才有踏青的味道 不然我们这一群人光看花草就玩腻了 没错 只有些花草有什么好看的 踏青踏青 顾名思义 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玩闹闹 吃吃喝喝 那多有意思 这下可热闹了 真好啊 平时在屋里都接触不到什么东西 这民间的玩意儿啊 就是好玩 你看这区区 好大呀 我要一两银子的 李小鱼差点笑出声 一两银子的区区 怕不是金子做的 纯王妃和郡主 已经走远了 李小鱼转了几圈 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自家三哥 三哥 先等会儿啊 我家小妹来了 小妹 这是真好卖 我封着的价格都翻倍了 好家伙呀 一个人没逃 也不给我讲价 看上一点也不磨解 马上压活掏银子 看那三哥 我那是一愣一愣的呀 怎么回事 封茶卖不卖了 卖卖卖 马上回来 三哥快回去 咱们今天呀 肯定能满载而归的 小妹我也和小黎 去卖坠子去了 小黎 咱们去那边 双面秀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你买不了吃亏 念 干嘛呢干嘛呢 不得在此高雄喧哗 边上的侍卫瞪着眼说 否则立刻赶出去 林小鱼 我 知道了 我吆喝了 这么凶做什么 刚才那些小摊贩吆喝也没管呀 不用拦 今天踏青要的就是热闹 伤他们随意就好 别过多限制 否则就失了味道 搞这么严肃谨慎做什么 我们是来踏青 不是来祭祀 要的就是人间烟火气 刚才吓唬林小鱼的那个侍卫 已经战战兢兢地低下头 双膝跪地 是 丑王妃 训主 是你 那天卖给我双面绣植植子的人 莫名其妙地被指导 林小鱼沿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慕容小姐 坐见面了 上次你卖给我那三个植子好看得很 这次还有没有了 我再要三个 拿回去羡慕死他们 对了 我这次要两个绣好的 再定做一个 可以的 不过定做的话 可能需要点时间 您看看要什么样式和纹路的 不好做得让你满意呢 我等得起 至于钥匙和纹路 这花就挺好看 不如就把它就在上面 你摘回去 这花就枯萎了 也没法看 不如我带你向纯王妃求跟点 转训你来村草郎仔细看 还没等林小鱼回话呢 纯王妃便说 嗯 可以 这小嫂子绣的双面绣子 是好看 你看 我这里也有一个 本宫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但还从未见过如此绣法 众伟可有见过此等绣法啊 王妃 名副是用了铜丝绕线的法子 用铜丝打个蝴蝶的样子 最后才绣的 如此一来 便可以出现蝴蝶振翅玉飞的效果了 嗯 妙啊 本宫府里那么多绣娘 怎么就没有一个想到的 这个坠子 本宫要了 坠子价值几何 五十两银子 李小姨接过沉甸甸的银子 赶紧谢过纯王妃 现在就连纯王妃也买了 看来今天以后 自己的名头就算是打出去了 以后不愁双面绣在京城没有销量了 我也要 我要你去画的 没画的 看到没 那边有卖蟋蟀的 我叫那个蟋蟀的样子的坠子 这坠子在哪卖的呀 我也要定做 小姐 再过些日子啊 咱们会开个店铺 您定好纹样 到时候呢 让丫鬟来拿 或者我去送都行的 再三承诺之后 这群没有买到双面绣坠子的官家小姐 才满意离去 小小雨姐 我们发了 早知道能卖这么快 咱们多做几个双面绣坠子就好了 这样还能多卖个钱呢 钱是赚不完的 累化了身子怎么办 索性咱们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 不如留在这里欣赏欣赏美景 也踏发正免费的钱 要知道 村草郎向来是官家子弟才能来的地方 普通的商骨有钱也是不被允许进入的 更何况他们平民百姓了 小嫂子 小嫂子 原来你在这儿啊 猴子我找了你半天 好歹找到了 林小雨睁眼就看到了一个气质和贵嬷嬷相似的嬷嬷 站在自己面前 小嫂子 我是从王妃身边的刘嬷嬷 王妃站在到处找你 刘嬷嬷 林小雨和田小黎对刘嬷嬷行了个礼 你这秀功了得 实施从何人啊 得 你这问的我也没法回答呀 回王妃的话 您父是在老家那边跟一个叫百度的秀娘学的 哦 这名字好生奇怪呀 这双面绣坠子也是她教你的 灰虫王妃的话 是 会做别的吗 本宫还缺个批驳 如果可以的话就交由你来绣 林小雨心中一喜 面色却稳如老狗 恭敬道 您父会 王妃您是否对批驳有什么要求呢 比如说具体的花样绣纹 您父好照着您的喜好来做 嗯 这个 这个本宫一时还真想不出 春日里多升级 熟和秀就由着你吧 三哥 我还第一次发现您口才这么好呢 林三强憨厚地笑了笑 小妹 你尽快了三哥了 三哥我这趟啊 也赚了不少银子呢 可比马头航包赚多了 哎 小妹 你是说地点都不错呀 出苦力的活 伤身体赚钱还少 三哥以后不干了 哎 小妹这钱你收着 啊 三哥一个男人 粗心大意的 万一给整丢了个心疼死了 行 那我就先替三哥收着了 正好咱们今天的东西啊 也都卖完了 在这里看看风景吧 平日理想进都进不来呢 小妹啊 这京城的妇人啊 哎 可真会享受啊 把这么大一块地圈下 种草种花 咱们村的人那可不舍得呀 都用来种地种庄去了 所以咱们的呀 叫生存 他们叫生活 还是小妹会说话 咱们过的日子 可不就是生存吗 前几年咱们家一分钱 赫姆德掰成八分花 吵架就是为了钱 现在啊 再看看这些公子 小姐 自己觉得也怪可笑的 并不可笑 三哥 咱们努力搞钱 日后呢 也能把生存变成生活的 咱们呀 并不比他们差多少 况且三哥 你没见到的穷苦人家呀 还多得是呢 有的人家既没有钱又多病的 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 十天一个栽的 平时呀 也是愁容满面 见过 怎么就没见过呀 咱们邱天奥啊 以前就有这么一家人 邻里邻居的都知道他们家 天天是鸡飞狗跳 一家子多病 也买不起药 生了病只会脱 而且这一家人也不齐心呢 整天啊 互相责物矮退 谁也不让谁 去年还来咱们家哭穷乞讨来着 三哥把他们赶出去了 这是看了就让人绝望 谁要在他们家呀 怕不是要被拖死啊 林小鱼真的不知道还有这茬 小鱼姐 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 将来肯定会发财的 她以前的家 可不就是这样吗 不过 幸亏自己出来了 否则真的是要被拖死 咱们这次挣的是多 但只是一次性的声音 以后想长远地赚钱啊 还是得自己弄个铺子 不然老主过来买呀 都没地方找呢 林三强挠头 那可京城里铺面多贵呀 咱们一时半会儿也买不起 谁说我们现在就要买了 三哥 咱们呢先可以吃个小摊子 等做到了之后再买铺子 更何况 你知道贺云在的爹娘是谁吗 我出去的时候 看见他家那个大宅子 哎呀 那个气派呀 估计什么大官吧 也是 他娘是郡主 这次呀 就是因为郡主 我们才能进来摆探 售买双面秀的呢 我的天哪 郡主不是皇亲国戏了吗 林三强显然是被吓到了 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 三哥 咱们淡定一点 能买得起双面秀 这么贵的东西 肯定不是普通人家 这是小场面 以后咱们得沉得住气 别慌慌张张地 让人看轻了呢 对对对 小妹说的是 那贺云在的娘是郡主 她就是世子 是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呢 这就是休养 怪不得我看贺云在身上 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质 老远的就看到了慕容颜雪 还是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小姐 您佩戴上坠子去施舍 肯定能把他们所有人都给压过去 哼 那当然 林小鱼似乎又看到了商机 施舍 她琢磨着 应该和现代的社团 没什么两样 慕容小姐 怎么 我可以给你们施舍 钉着专属的双面秀坠子 保证没有人和你们重样的 真的 疼走无期 如果您要是帮我 多卖出一些坠子的话 我就再送您一个团扇 专属您一个人的团扇 只要做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提的我会帮您 这个您尽管放心好了 好 您可别让我失望哦 三个人又在寸草廊 逗留了一些时间 玩得心满意足 吸饱了清新湿润的空气以后 便去了集市 小妹 我看这咱家肉挺多的 八个猪蹄 半个猪头 够吃一段时间了 肉啊就甭买了 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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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你的声音怎么变 林三强转头一看 这道声音的主人竟然是 一只小鹦鹉 甭买了 甭买了 这小玩意啊 有点意思 说恭喜发财 发财发财 小妹 不如买个鹦鹉回去 让孩子们也高兴高兴 小孩子嘛 不就喜欢这些玩意吗 林小玉看着浑身翠绿的鹦鹉 心里也喜欢 生机 或许可以在批驳上 秀鹦鹉 似乎也不太合适啊 哪有高门贵妇的 批驳上秀鹦鹉的 这鹦鹉也挺欢食的 小姨姐 不如我们买回去吧 林三强已经掏钱了 手里提着一个鸟笼 一路上欢乐地吹着个口哨 秋秋小李 出来了 看看三九给你们买什么好东西了 瞧见小鹦鹉就露开了花 三九九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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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皮小鹦鹉立马学了这句话去 连声音都和秋秋特别像 我这一下又多了个小外甥 小外甥 小外甥 你们先玩一玩啊 等一下舅舅找个地方 把它挂起来 省得放低了 让猫给叼了去 求求小孩子玩醒 一心一意地和小鹦鹉逗乐 婶子 我来了 跟下雪我就跑过来了 让我看看 今天是什么好吃的 等会下游啊就出去 这里炒螃蟹呛人呢 不呛人 一点都不呛人呢 婶子 看你做饭 我肚子就咕噜咕噜响呢 今天我能吃三大碗螃蟹 你坐这看也行 往后点 把凳子往后挪 不然一会儿热油啊 蹦到眼睛里了 赫云在 我娘辛苦了一天够累了 还要单独给你开小灶 选着对我好 她都不舍得劳累自家娘亲 赫云在却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地任性 娘还惯着她 你是要跟我抢娘 两个孩子谁也不让谁 都憋这股气 没等李小雨反应过来呢 秋秋把赫云在给推了个跟头 李小雨心中一惊 立刻把赫云在扶起来 自从你来了 娘天天让着你救着你 你凭什么跟我抢我娘的宠爱 凭什么你就可以这么任性 秋秋 赫云在哭着跑回家了 李小雨头头不已 刚才她看见赫云在的脑袋破皮了 虽然没出血 但是这件事 必须给她爹娘一个交代 否则事就大了 娘 你偏心 你倒是说说 娘怎么偏心了 秋秋听了这话更加委屈了 小嘴都撅起来 乖秋秋 别哭了 你哭了呀 娘这心里也难受 上次娘跟秋秋说过了 在娘心里 秋秋永远是第一位的 秋秋难道忘记了 记得 娘说秋秋在你心里是第一位的 可是赫云在 秋秋不愿意赫云在缠着娘对娘撒娇 就连秋秋也没有这么任性过 哥哥也没有 他凭什么 对 娘知道秋秋受委屈了 想过就哭吧 秋秋不想让赫云在缠着娘 娘是秋秋和小李哥哥两个人的 秋秋不要再多一个赫云在分走娘的爱 秋秋是真的讨厌赫云在 乖 如果是真的讨厌她的话 那娘以后啊 就不让她来了 好吃的好玩的 和娘的爱呀 就都只给秋秋和小李两个人 行吗 秋秋 不讨厌她 我们还约好了 和天一起出去玩 小李哥哥还要跟她比赛背书 不能不让她来 不讨厌就行 刚才娘就想说 赫云在没有动手 秋秋先把她推倒了 刚才娘都看到赫云在的额头啊都磕红了 还破皮了呢 秋秋现在心里什么想法 我 我不该动手打人 刚才推那一下她肯定很疼 娘 你说赫云在是不是会生气 不理我 我刚才不该推她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那知道错了 应该怎么办 娘 我去跟她道歉行吗 她会原谅我吗 娘带你去 但是赫云在远不原谅你 娘也没办法的啊 这就通了 林小雨领着秋秋到赫云在的家里 正巧看到一个不和秀雅的男人 心里咯噔一下 这男人应该就是赫云在的父亲 大理寺卿 赫刘赵 去吧 叔叔 沈子好 赫云在对不起 刚才我不应该推你 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嗯 秋秋 我原谅你了 我们不是说后天要一起玩 想好去哪玩了吗 你真的原谅我 赫云在 我以后保护你 不会再欺负你 不会再推你 嗯 我知道的 不过秋秋 怎么了 你刚才真的好吓人 觉得我好痛啊 你给我揉揉吧 让人的小姑娘给你揉 害不害臊 君子应该礼让 云在可记住了 我是赫云在的父亲 赫刘赵 刚才之事是他的不对 我带他来向您陪礼了 小嫂子不用担心 这本就是我家这小子的错 我要放在心上 没想到这两口子都这么通情达理 但到底是自家小闺女做错了 林小玉也客客气气的 替自家小闺女道了歉 要不先把你家小闺女放在我家 等孩子们玩完了 再让人送她回去 云在 到娘这里来 娘 干嘛 还干嘛 现在和人家小姑娘和好了 就别欺负人家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秋秋 好好玩 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别打架了啊 事情已经解决完 林小玉又和郡主夫妇两人扯了几句 便告辞离开 她家里还有一摊子事呢 小玉小玉 我刚才听小离说了 赫云在她娘是郡主 黄金国戚啊 她爹是大理私亲 咱们求求退了她没事吧 不行咱们一家人就搬走 刚才我看赫云在摔地也不狠 但他们一家到底是当官的 咱们平平老百姓惹不起 秋秋呢 小秋秋呢 是不是被绑走了 哎呦 小孩子玩到能有多大劲 教训教训得了 咱们能把秋秋给绑走了 唉 你们想哪去了 云在的娘和爹虽然是郡主和大理私亲 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呢 我带秋秋去道歉 他们不仅不和秋秋计较 还教训贺云在 说要让着秋秋 男子汉大丈夫的 不能欺负小女孩呢 林小玉哭笑不得 不过也能理解两个人的着急 哎呦 那就好那就好 那秋秋呢 秋秋去哪了 两个小孩子去玩 也不知道穿到哪里去了呢 要不 别让秋秋和贺云在玩了 小孩子没数 万一又打起来 牛婆婆还是一脸的不放心 劝道 一打起架来 秋秋她知道什么 万一打伤了贺云在 婆婆我都不敢想 咱们家秋秋懂事 婆婆 你别太担心了 再说 我都嘱咐过秋秋了 她以后不会了 婆婆 我先和小黎去做双面秀了 小玉 婆婆有哪里能帮得上忙的吗 你说咱们一家人都在忙活 就婆婆一个人闲着也闲不住啊 婆婆您 我们都忙着呢 您就帮我们做饭吧 这次会要得及 等我和小黎做好之后 才慢慢教您 行行 我不耽误你们 我好好做饭 你们年轻人 尽管忙叫好空了再叫我 别耽误这事 好 小玉姐 为什么不先做纯王妃的呀 小黎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 王妃的双面秀批驳自然是最重要的 本该用先做 这第一个做出来给她送了去才是 对啊 小玉姐 可是咱们为什么要把王妃的批驳放到最后啊 小黎 你听我说啊 对王妃来说 咱们是卖家 你若是一心一意为买家考虑 那自然是对买家好 但小黎还记得谈试打金铺两个父子吗 嗯 记得 我懂了小玉姐 谈金铺价格实惠 做出的手势珠宝便宜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 他们自己家祖传的铺子快要倒闭 这就对了 咱们要慢点给王妃做出批驳 这就是为了让她明白 咱们做起来有多么不容易呢 一是为了让王妃对咱们有好感 第二个 价钱还没定下来呢 做得越慢 王妃给的价格就越高 小黎 这些事呢 你得学着点 都是不能往外传的话呢 嗯 小玉姐 我请的 小玉 婆婆当初真没看错你 咱们买东西 是要为买家着想 但是得先保证自己的利益 小黎 跟你小玉姐学着点 娘 婆婆把小皮挂得这么高 我们都过不着了 你们把小皮放下来吧 她不要人 可听话了 我和云仔都想玩 婶子婶子 我这里有一堆吃的香味给小皮呢 你和云仔玩的呀 都小心着先 小皮才来家里呢 这些天还不太适应 别再给你们灼伤了 我知道 你要你放心就行 云仔云仔 来来来 快喂小皮 张嘴了张嘴了 大的嘴好大呀 让你快晕进去 吹吹吹 中了 拿着 你要回来了 一共是一万两 刚取回来的 连这几天太辛苦了 有了钱 请马上从容一些 相公 你真好 我高兴得都快原地起飞了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老的老小的小 这一万两啊 不能动 得先拿着应急傍身呢 否则有什么事情 你往哪抓前都抓不到了 娘子决定就是 再说 我手上的活呀 也不能停下 告诉你吧 我已经打入京城 这些贵女贵妇的圈子了 现在做的这个双面秀啊 就是他们要的 其中一个批驳呀 还是淳王妃要我做的呢 淳王妃 对 淳王妃 那天啊 我和小黎还有三哥 一起去了寸草廊 淳王妃买了一个双面秀 看我做得好啊 又订了一个批驳呢 你还别说 有了她带头 那天双面秀全部卖光了 挣了不少钱呢 打入他们的圈子 我才能从侧边帮你 打掉您事情的真相啊 再者 万一有人认出了您 到时候 我们也有个救急的人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这叫拉帮结果呢 嗯 不对 这叫 大树底下好乘凉 辛苦 谁让家里有这么一个 美貌相公样样呢 不不不 今晚不行 等娘子我忙完了再来 您叫道天明 您来得真不巧 我们小姐去施舍了 要不 您先把东西放下 不了 我亲自交给慕容小姐吧 两位大哥 施舍在什么地方 门口的两个小厮 指了个地方 乔车路太远 李小玉便和田小黎 租了一辆马车 这是闲杂人的不能进啊 田小黎有些害怕 两位大哥还请通报慕容小姐 就说双面秀这次已经做好了 在这等着 有一个侍卫已经去传话了 过了一会儿 回来便放林小玉和田小黎进去 李鼎天 你这诗写的真让人叹为观止啊 要我说狗屁不通啊 诗歌讲究对战公正 符合一定的规律 李兄 你瞅瞅你做的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一阵奚落的笑声 从前方传了过来 林小玉定静一看 原来是顽固李顶天啊 我说李文如 你哥哥不行 就别带出来呗 每次来施舍作诗 都得带出来丢人现眼 也不嫌扫得慌 惭愧惭愧 我家兄长对不出那首诗 便用我来替他队吧 闻周周的酸诗 林小玉懒得听 那年轻人队完之后 众人纷纷鼓掌 文如兄这队的也没谁了 你家兄长绝对比不上你 李顶天 顶天顶天 怕是连弟都顶不起来 李顶天啊李顶天 得亏是你弟弟李文如 带着你来啊 否则你连我们的圈子里 都挤不进来呀 不过就是个 醉死在妓院里的 纹固子弟 也不知道怎么有脸 求着你弟弟一起来施舍 也不怕给你们李家丢人 李文如朗声道 哥哥从小批喜欢舞到弄剑 人也好爽 自然是学不来这些的 书也有专攻嘛 那是 李顶天 好好对你弟弟 看你弟弟都护着你呢 好嘛 大行七零现场 这李顶天他弟弟李文如 要真的是护着他哥的话 也就不会带着他哥来这被人讥讽了 如果真护着他哥的话 就不会正如他哥被人嘲笑而不反驳了 李顶天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 弄得身后的文人又是一阵讥讽 李顶天 谁 是你 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给慕容小姐送东西的 哦 那刚才 你肯定看到了 是不是很好笑 他们没有一个人瞧得起我 从小到大 我爹不喜欢我 我娘也不喜欢我 都瞧不起我 只有我弟弟 才是他们心中的骄傲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既然他们不喜欢你 不关心你 还有嘲讽你 为什么你非要融入他们呢 啊 我 我想让爹娘喜欢我 想比过弟弟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想证明给他们看 我李顶天不是个废物窝囊废 也不是纹固草包 可是 现在一切都证明了 我就是个草包 连最简单的诗句都对不出来 我是个窝囊废 我真没用 听我说 就说刚刚那些人讥讽你 你就应该远方不动地给怼回去的 诗词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 总不能站在那里傻呆呆被人欺负吧 我弟弟 按理说我是个外人 不该说什么的 可你弟弟的样子 李顶天 你自己扪心自问 他心里是真的有你这个哥哥吗 面前的男人头垂得更低 几乎埋在了胸口 我身不由己 今天就是被李文如拉出来做陪衬的 衬托他有多优秀 在父母面前是 在朋友面前也是 容不进去的圈子不要硬容 书也有装功能 做不出好的诗词并不能说明什么 你喜欢武刀弄棒 可以上战场 再好一点 可以去皇宫做大内侍卫 有那么多条路可以走 为什么非要紧进这里 再说 李顶天 你一个大男人 说什么身不由己啊 你弟弟是刀架在你脖子上 还是威胁你了 你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 还算什么男人呢 点到为止 说的再多 李顶天自己误不了 也是废话 对 你说的对 我一个大男人 连自己的人生自由都掌控不了 还算什么男人 只会吟诗作对有什么用 他们的圈子 我还不稀罕进去 谢谢你 不然 我还会继续颓废下去 给你 林小瑜正好多做了一个双面绣 绣的还是笔直的翠竹 希望你像这翠竹一样 切磨万里还坚韧 正耳东西南北风 今日的教会 我李顶天记下了 走吧小姨姐 咱们不是还要给慕容小姐送双面绣吗 别让慕容小姐等急了 行 你自己去误吧 我先走了 哎 等会儿 这双面绣 是你自己做的 没错 把摆摊地址告诉我 我帮你卖 不用了 用 今天要不是你 我李顶天还在消极颓废 恐怕真要趁着那李文如的义 我得帮你 我得报恩 林小瑜无奈看着架势 如果自己不同意 怕是会伤了这李顶片脆弱的小心脏 行 那我就在这里谢谢你了 谢啥子谢 我李顶天最是仗义 有恩必报 也在这里耽误了不少功夫 林小瑜和田小离急匆匆地去了女眷 怎么这么慢才过来 我们都等了好半天了 去哪了 这院子太大了 撞了好半天才找到呢 哦 双面绣坠子呢 在这儿在这儿 真漂亮 果然没有心错人 我就知道你是个靠谱的 以后我慕容家的所有绣品都由你来做 这是怎么绣的 我才也有不少的双面绣呢 但都熟悉得很 比起这个差远了 我家绣娘之前 我还觉得很好呢 现在却比不过 我姓林 叫林小瑜 和林姑娘比起来差远了 回家我就让我爹把绣娘给辞了 林姑娘上我家去当绣娘 绝对扩大不了你 哎 不行不行啊 这好处哪能就让你给抢了呀 林姑娘是我们大家的 这么大个惊喜 忽然砸到林小瑜的头顶 让她受宠若惊 你说了不算 让林姑娘自己选 不好意思啊 各位小姐 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呢 所以不能去你们府里当绣娘 不过 我就在客栈门前摆摊 卖菜的一个大娘旁边 你们去了一问便知 过段日子可能会盘个店铺 专门来做双面绣 到时候小姐们便可以自行选择花文样式 订做自己喜欢的双面绣 到时候还请小姐们来捧场啊 小嫂子 那我要先做 不行 你给我先做 我那天她亲的时候都和小嫂子说好了的 哎 我还和小嫂子说好了呢 你别我晚 各位小姐 可以拉个签单 上面写上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布料 什么样的风格 具体有什么要求 我都会一一给你们做出来的 你很好 再做二十个吧 好家伙 大门大户的真有钱呢 一千两银子 哇 真好赚啊 还说呢 远方亲戚表情都来了 见到这瑞子 这还不失手 都问我哪里做的 正好我让丫鬟 寄了几大体要求给你 慕容小姐 真的是谢谢您了 您放心 那团善养 保证给您做的又坚持又漂亮 行 我也不多说 小嫂子你做事我放心 走吧姐妹们 咱们刚才的队子还没有队完呢 小离 咱们也走 回去坐马车再买点好吃的 小玉 我刚想让我老头去找你 那一两银子得还给你 咱们做人得厚道 一串钱也不容易 小玉 你得收下这一两银子 不然婆婆心里不安 行婆婆 咱们俩呀 也算是有缘分 我们这一家子来京城啊 还是您找的房子呢 要不您看看我摊子里的双面绣坠子吧 喜欢哪一个 你这孩子咋回事 婆婆能要吗 不要不要 是买青菜吧 对吧 我先去忙了 初婆婆摊子上来了人 就去忙卖菜了 哎 别走别走 你怎么现在才出摊啊 我天天来日日来 今天紧赶慢赶 好歹赶上你了 不然 还不知道要等多少日子 我来的这婆婆都认识我了 可不是嘛 小玉 这小伙子天天来问我 你啥时候来我咋知道啊 老头子 赶紧给小伙子搬个凳子 你看把人家累的 我 这几天 我说你就是懒 真是的 前几天我跑断腿 终于替你订了一批货 订金都收了 结果还不见你人影 差点被人当成骗子 你看这事 是我做的不对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甭道歉 先听我说 我给你接的笔大生意 二百个双面绣坠子 怎么样 够大吧 林小鱼无语 我说兄弟 你得吓死我 李兄弟 你这 这 怎么 做不出来 不不不 能做能做 来 李兄弟 你这也太能耐了吧 不出几天功夫 怎么就搞来两百个啊 李领天儿骄傲道 你那天不是送了我一个双面绣坠子吗 林小鱼愣愣地点头 是啊 我青楼里那群相好 看中了这坠子 死活争着想要 都打起来了 你给了 那哪能给 这是我的信念 绝对不能给 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争风吃醋 死活得要 我想着 正好 先让他们交了一半订金 就等着你了 林小鱼算了算 一个双面绣坠子 五十两 二百个 就是十万两 李兄弟 你真是个可造之才呀 等我以后开启铺子来了 绝对要把你过来做管事呢 我这还是 第一次做成大生意 得回家给我爹炫耀炫耀 我也能挣钱了 不比我弟弟差 这大街上的 订金没法给你 你把你家地址给我 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林小鱼犹豫了片刻 便把地址给了李顶天 左右旅程行 已经被他看到了 而且经过这些天的接触 李顶天的人品也不错 绝对不会举报旅程行的 行 我一会儿让人把箱子 开到你们家 对了 你刚才是说 要开间铺子 是吧 对 没错 李兄弟 麻烦你也给打听着点吧 大概哪里有便宜 合适的店铺要出租 我再暂前买个店面 要不以后订单多起来了 总不能来小摊买 或者去我家里订吧 这倒也是 行 你放心 我给你留意着这些 也让我那些相好 给你看着点 问着点 他们接触的人多 肯定会有合适的 不行 两百个太少了 我还得去给你张罗张罗 起码咱们凑足他一千个 不 兄弟 一千个呀 虽然钱挣得多了 但是想想就头大 谢谢了 我走了 等着我的好消息 得 完控子弟搞起钱来 也是积极得很 感谢观看